如果负一就不用再输入姓名就跳离就好了 城市该怎么改 特别最后以后如果你参考了城市 你以后也要懂得怎么去修改城市 不然的话这个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说把城市改得越来越好 里面其实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干脆你就把这个逻辑 不要在这边做判断 你直接就在这边输入什么呢 这边我当他输入的时候 我就直接跳离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边设一个逻辑条件 就是if什么呢 if 假如说他这个scope 这个scope怎么样呢 如果是输入负一的话 那我就等于负一 那我就直接冒号 直接就怎么样了 就干脆让他break就好了 有没有 就让他直接跳离这个城市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让他break 有没有 break意思是说呢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如果是break的话 他就直接就跳开这个坏回圈 ok 所以在这边直接就这样就ok了 但是你会想说 那老师这边跟这边好像有一样的逻辑 这边是负一就break 那这边也是一样 当他不等于负一进去 就等同是等于负一就离开 所以基本上哦 这一行的叙述哦 跟这边的叙述哦 其实是一样的 那有的时候啊 如果像两个逻辑一样的话 那我通常会怎么做 干脆我就把这边改成一就好了 一的意思是说 一我前面好像有 就是一的话是true true的话就永远都是true 意思就是说 我永远都要进入这个回圈 就是我不要跳离了 这边就不要判断了 反正我就是没有跳离 就是意思是这个 这个写法其实是无穷回圈啊 反正就让我一直跑进去就对 那当他怎么样 当他遇到就是他是 那个负一的时候 break的话就跳离这个回圈了 所以基本上哦 这个是进去 不要出来了 那怎么出来呢 当他这边是等于负一就跳离 也就是说我跳离的机制 在写在里面就对了 哦 关键点就是这个break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叫油门 这个叫刹车 break刚好就刹车嘛 所以进去出来 大概就这样 改完之后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break之后的话 等于是说 这底下就没有建立一个dictionary 所以呢 底下应该也就不用什么 不用特别去减一了 因为我没有输入 有没有 这一行没有执行到 因为他已经break break就是已经就跳开了 他会跳到哪一行呢 跳到这个回圈的外面哦 外面怎么看就看缩牌位置嘛 缩牌位置到这边了 前面有缩牌的就里面 没有缩牌就外面 叫到外面这一行了 所以这边并没有执行到 那也不会多一个输入值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底下这边 就可以把它改成 改掉 ok 所以基本上我只有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 加上这个 ok 其实没什么啦 另外把这个拿掉 看得懂吧 如果你能够很快写完之后 那表示你这个应该是懂的 如果你 不能马上写出来 表示你可能还是需要再熟练一点 所以程式写来前去啦 其实不外就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其实这个也是我之前跟各位推荐 那个证照考试里面考的重点 他第二类就是回圈 第二类就逻辑判断 第三类就是回圈叙述 那第四类就是综合题 第五类就是制定函数部分 其实这些都基本题 如果你这些熟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加这个东西 ok 执行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需要多跑一次 那现在需不需要呢 第一个人的成绩 名字给他 第二个人成绩 然后他的名字给他 第三个呢 我一样 假设在输入一个人 然后这个是ccc 第四个我不要了 没有人的-1 刚刚会多需要输入一个 那个名字 然后变成他还是会因色 所以我直接在这边就跳离了 在哪边 在这边break掉 那就-1 -1是-4 break就跳离了 所以enter 他就跳离了 那并且怎么样 帮我把这三个人的成绩 名字跟成绩列出来 名字成绩 名字成绩 就列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大概就是第一个问题 如何把那个 刚刚都需要输入一个姓名的部分改掉 解释多一个break 所以你用break 非常好用 工作上 有时候程式一写就ok了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在底下呢 除了列出他们的成绩之外 我也希望能够像之前一样 把什么呢 这个里面有几个人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练习是输入成绩嘛 比如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负义之后 也帮我把什么呢 总共几个人 几个学生 跟他的总分 还有平均 平均他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帮我把他加到这边来 下面这边 ok 就是列出来之后 还要再计算这三个东西 那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这边不是写过了 输出结果 到计算成绩吗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Ctrl-C Ctrl-V 修改就好了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简单 你贴上之后还有地方要改 不是说贴上就没事了 我是觉得 这个也是功利所在 真的厉害的人贴马上知道改哪里 但贴完有的人比较没有功利不够的 贴完之后就头痛 对不对就一直开始抓头 其实我后来发现抓头是因为真的 就是不知道不知所措的行为 也不是猴子 猴子 猴子也喜欢抓头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Ctrl-C Ctrl-V 贴过来 但贴过来之后 他马上会发现错误 哪边会错呢 总共这些是 对不对 那你要看出哪里错 哪里怎么改 贴上之后 Score 对因为那边叫Score 这边叫什么 你要改 另外 Total Total 我们这边是宣告在上面 所以你上面也要要改 所以第一个 先把Total先复制一下 那宣告记得要宣告在权域的位置 什么权域的位置就是说 你一定要宣告在最上面 啊底下Total这个应该就马上就不会错了 所以剩下这四个 那这四个其实很简单 这四个在这里 其实就等同哪一个 Score 成绩 成绩放在哪一个 哎 对 哦 同学 这没来有通了 哦 回答就出来 表示看懂了 看懂的话以后就比较能够改 不然看不懂就几乎没办法改 其实就等于一个Key就是他的名字吧 Value就是他的成绩吧 有没有 我就把它拆成两个 啊其实 只是 Dictionary就多一个啦 多姓名那个 那一个List 那所以我就把什么呢 这个名称叫ListValue 把它Ctrl-C 然后你就把它Ctrl-V贴到这边来 那-1就不用了 因为我们刚刚有把那个 就是 不要让他多输入一个 不必要的资料 所以其实这边如果看到-1就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看到Score的部分呢 就把它贴上 -1 然后呢 Score贴上 贴上 贴上那个ListValue 那这边也是一样 贴上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 大功告成了 那不过他你会发现他现在的错 他 其实他还在check 只是我觉得他这个check会没太久了 他有时候要等个三秒钟 其实也是 对同学来说有点煎熬 有个同学等不了三秒钟 以为自己改了就改了 所以你要等他三秒钟 1 2 3 如果3还是一样错 那表示是真的错 还是没有对 好 那再check一下里面有没有红色的 那个波浪 没有 没有表示应该就对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 执行一下 所以特别说我贴上 1 这边加一个Total 2 把这个Score改成ListValue Value的部分就是里面的成绩 然后呢 再去做执行 应该就OK -1的部分记得把它拿掉 97 98 99 不对 看错了 那比如说第一个人成绩 98 他是AAA 98 97 好了 随便打一个字 BBB 然后96 CCC 好 最后Enter之后的话 这边成绩先打一个-1 Enter 好 这样的话 那他就帮我列出来了 OK 列出来成绩在这里 那当然呢 这个是ListKey 这个是ListValue 有没有 Key 其实他等于Digital就把它拆成两个List 然后分别就把成绩列出 他们的名字 跟成绩列出来 然后总共几个三个 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平均多少 这样的话 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要 把前面的东西拿过来改的话 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Studio 好